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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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首先就是 先下粉 這是五香粉 五香粉 一點點就好 加太多的話 它會給你 所以一點點就好 然後再來就是胡椒粉 少許就好 然後米酒 米酒大約三匙 為什麼要這樣下呢 就是為了要先把 那個粉啊 破開 如果你後下的話 它會有顆粒 然後後開完以後啊 豆乳 紅豆乳 三顆紅豆乳加三匙的 豆乳汁 豆乳汁是 就是它裡面的醬 喔 好吧 好 就這樣 那我們就先下下 所以三顆加三匙喔 對 然後我們就是把這個 壓油 把它均勻的抹散 那種 一般菜市場在賣 的那種豆乳 沒有啦 你去買那種 就是 我不知道菜市場賣的是怎樣 就是一般普通的那種 沒有你去 你去那個 那我可以嗎 沒有我現在跟你講啊 你去雜貨店買 啊如果有在賣 蛤 一定有啊 雜貨店一定有在賣 你如果這間沒有 你可以找另外一間啊 好不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 糖 糖 大約一匙 砂糖 一般的糖 一般的糖 砂糖也可以 然後我們要把它攪拌均勻 然後醬油 一匙 接下來是蠔油 一匙半 攪拌均勻 好啊接下來我們就把我們的三結式 其實這個東西不一定要用雞翅 你用就是雞腿塊啊什麼都可以 對 阿這跟豆乳雞有一樣 那個跟外面的豆乳雞有點不一樣 可是跟豆乳雞翅會比較 香香一點 對它那個粉 的調味 比較不一樣 我今天做的這個 用這種粉啊 會比較好上手 然後這個雞翅我們先放下來 然後 然後 就是拌一拌 好吧 就是 要醃漬大約 三個小時 一天會太久 一天會太久 怕它太鹹 對 然後我們就是把它 均勻的裹上 裹什麼拿去 對啊 阿可以換別種 沒有好就這樣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烘起來 放冰箱 好不好 接下來調粉 你去買酥炸粉就好了 好 因為 它酥炸粉有調很多粉在裡面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會比較 容易上手 四尺 這是酥炸粉 對 顏色會好看一點 好 然後再一匙的玉米粉 因為 酥炸粉啊 它本身啊 會比較軟 你炸起來的時候它會比較軟一點 然後加一點玉米粉 可以增加它的脆度 好我們就是 先加一點水 一匙嗎 差不多我先下 一碗下去看看 是要讓它有稠度的 蛤 是要讓它有稠度 一點點就好了 對的 一點點 稍微水水的 我等一下會用給你看 今天就 用這支湯匙就可以搞進去 全部了 好 好像有點太夠了 我們再加一點 所以要一碗半 沒有我先再小一點 我等一下會跟你說這個 吃飽 大約是在哪裡 大約是在一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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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嗎 好 那接下來就是等雞翅好 好不好 我們已經醃漬了三個小時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 先擦一下 雞翅好不好 好 我們在擦的時候 就是先從有肉的這邊 直接這樣擦過去 這樣 好不好 我也要完美的還原 夜市的感覺 我們現在擦完啊 就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就跟你在外面看就好了 差不多 阿如果 沒有要那麼麻煩的話 其實也沒有關係 對 直接下去擦 直接下去擦就好 對 然後我們先等油滾 好不好 沒有不是等油滾 等油熱 然後之前有教過就是 用手指擦 沒有啦 之前有教過就是 如果你要看油溫的話 就是 就是我們要炸這個雞翅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粉比較薄 你知道嗎 阿我們的溫度一定要夠 就是差不多在 差不多190度到200度之間 如果你的油溫太低的話 你的粉下去就散掉了 然後我建議一盒還要再高一點 因為我們這個油比較少 然後雞翅比較多 所以你一開始第一支油溫夠 然後第二支第三支 它油溫會一直降 對 然後後面就散開了 那個粉就散開了 OK嗎 所以我們油溫才高一點 好 還蠻高的喔 對 就是像這樣 有沒有 我們在滴的時候 我們可以稍微滴一點點 有沒有 這樣很快浮起來 哇 差不多了 然後我們就是先上個粉 沾滿 嗯 好 倒下來 然後我再摔一點 嗯 然後我再摔一點 嗯 然後我再摔一點 我再摔一點 這個要怎麼看熟了呢 熟了 它會 還沒熟啦 因為這個 其實如果你要看的話 你要看它有沒有補補 可是因為這個叉子的關係啊 對啊 所以你看不太出來 所以等一下 這個大約是在炸超五分鐘左右 五分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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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約五分鐘就熟了 五分鐘 雞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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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我們在炸這個的時候啊 盡量就是保持一個油溫 如果溫度降下去最主要是看到的泡泡 你知道嗎 然後它泡泡越來越少 就代表溫度在降 不是 也是快熟了 但是就是一開始的時候也就是代表溫度在降 然後因為我們這個鍋子比較小 然後油又沒有放那麼多 所以我建議就是 我如果是你是跟我的情況一樣的話 你要稍微就是把那個沒有炸到的部分要稍微翻動一下 好 差不多快好了 再稍微等下 這個可以用去炸鍋上嗎 蛤 可以 炸的溫度 差不多 190 嗯 幾分鐘 幾分鐘喔 差不多7分鐘 190度 190度 可以嗎 可以 就差不多是這樣 好不好 好 先開一個 蒜台差不多就是這個顏色 好 差不多快好了 嗯 然後我再吹狗了 是金黃色的嗎 沒有我怕已經不是金黃 有一點厚色的 焦厚色 這樣算焦嗎 這樣蠻好焦 這樣蠻好焦 叫個屁有焦 那為什麼我怕人不懂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小便 就是 那為什麼不懂 那時候吃了 我怕人不懂 2 我怕人不懂 沒心用 叫老人不懂 我怕人不懂 不是 這一個個 知道嗎 當她太偶像 不用再打 接下來就是到了快樂的事實時間 就是外面差不多是這份 再炸起來都是差不多這個顏色 因為豆腐乳 你炸起來它就會呈現比較暗色一點 好不好 不是焦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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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這邊吃一口給大家看一下 會太乾嗎 不會 有汁嗎 有 味道怎樣 跟夜市買的一樣 不錯 你看 這個海魯喝那一點點 汁 你知道嗎 然後皮非常的脆 阿水如果會要讓那種氣炸鍋裡面照出來長這個樣子嗎 因為氣炸鍋的話 你那個粉阿 我覺得要用乾粉 不然它會 可能在炸一半的時候它就會水下去 你知道嗎 因為你的水 你的粉比較濕一點 嗯 就是這樣 阿乾粉是要用什麼呢 就是不要辣 這樣子 對 乾粉就是 你可以在上面灑一點 就是那個 就是酥炸粉阿 然後就是抹在上面 一點點就好了 對 下次如果我有機會 再做一個 氣炸鍋的 好的 對 除了